你怎么看 兔兔兔 我用章鱼刀把贝壳切开 它马上就自由了 这个很简单的 这 你现在要干嘛 我们要把你从贝壳里救出来 我们会把它切开 然后 停下 麻烦你们停下 哦 你好 停下 为什么 听着 我长大了 之前的贝壳不够住了 我需要一个新的 那个贝壳大小正好 对它来说可能太小了 但对我来说大小正好 它不是这唯一的寄居蟹 快动手吧 如果你们把那个贝壳切成两半 它就毁了 毁了 我早也找不到和它一样的贝壳了 我都找遍了 如果你们不介意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们要不断地换贝壳住呢 哦 因为寄居蟹自己没法长壳 所以我们建议用其他动物的壳 把贝壳来保护自己 我们搬进一个贝壳里 长大 再长大 然后搬进一个更大的贝壳里 兔兔兔 我们该怎么办 也许我能切开贝壳 然后再把它重新粘起来 这太冒险了 我们得另想办法 队长 我们这儿有一只寄居蟹 想从它的壳里出来 另一只想进去 我们得把那只在里面的安全救出来 医生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得做个开壳手术 队长 我以前从来没做过开壳手术 在医学院上学时也没做过 小心那些会加人的钳子 手术全程我都会给你讲解 我在北极熊仔时曾经做过一次 紧急开课手术 好的 放心 我保证不弄坏那个贝壳 好的 队长 我试试不弄坏 我试试不弄坏 好 第一步 扶稳贝壳 第二步 寄进担管 第三步 准备着路电 兔兔兔兔 准备 非常希望这样能行 我也是 队长 我们准备好进行开壳手术了 好的 皮医生 现在需要五大顾济流把它推出去 你得许出全身的劲 不遗余力 来了 一切准备就绪 队长 好的 听我口令 五 四 三 我来了 我们成功了 这次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